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约有8个到10个人联合包机 直飞美国打疫苗 包机客人大多在美国有朋友 或者是在美国有公司 所以不需要包机公司为他们安排在美国的行程 业者说包机客人都是在台湾有头有脸的人 他们非常低调 不希望行程被公开 打完疫苗之后 他们就改搭民航班机回台湾了 有包机客人说自己花了几十万美元 在美国接种两剂新冠疫苗 包机花30万 施打疫苗再花几十万美元 听来不可思议 对于这些花费 对这些经济实力雄厚的包机客人来说 一点都不是问题 包专机来美国安全又隐秘 如果有几个家庭合租一架专机还可以分摊费用 台湾客人包专机来美国的目的是为了要接种疫苗 从中国包专机到美国的客人 有的是留学生包机返校上课 有的是为了恰功的商务旅行 有的是全家人出游度假 有中国留学生预定八月包机从中国飞纽约 中国留学生通常会找来十多名同学 大家一起包机 从中国到美国的包机价格比美国飞中国便宜很多 中国飞美国的包机价格大约是20多万美元 十多个留学生一起分摊包机费用 平均每个人大约支付1万到2万美元之间 算一算 其实和民航商务仓的机票价格差不多 新闻继续来看 去年年薪最高的前100名官区执行长名单 最近公布了 Dordash华一执行长徐逊 去年以总薪资4亿1370万美元 在旧金山地区执行长的薪资名单当中排名第一 他的薪资大部分是股票 实拿年薪是30万美元 Dordash股票上市不久市值就超过300亿美元 徐逊拥有公司5%的股份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